現場拿起封鎖線 消防人員全副武裝 配合怪手將泥土挖出 經過近一個小時的搜救 終於將埋在地下的工人救出 但送醫後仍宣告不治 大學這裡正在進行污水管工程 但不明原因的坍塌 導致38歲的工人 慘遭活埋將近3公尺 就在週二上午11點多 在高雄新興區 當時建商找外包商 進行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 就要完工時 突然不明原因發生攤坊 當時這名工人就被埋在 離地面約十公尺深 約有三層樓高的洞裡 身上又被三公尺的土堆掩埋 一度增加搜救困難度 送醫後仍宣告不治 整個工人從這個被活埋的現場 把他就是揪到地面 工地意外造成一死 勞工局表示 已經熱力減傷停工 而貪方原因 目前警方還需要釐清 只是這名工人家中 還有兩名年幼的孩子 一條生命就這樣消失 家屬恐怕難以接受 三地新聞許世廷成員高雄報導